我觉得不跨过这湾海峡 你永远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所有台湾青年人 也许你不一定要在大陆发展 但你必须得了解大陆现在的发展情况 7月12号至13号 旨在为两岸青年交流合作 提供广阔空间和舞台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 2023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召开 已在北京创业6年的台湾青年徐涛在会上说 在大陆的确拥有更多可能性 我非常自豪地说 在台湾我连投资人都看不懂的商业模式 在北京成功获得我事业的这么一个脚步 现在已经成功的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 现在有超过了1万家企业客户 每一天都有上万个订单 在我平台上成功完成交付 我在北京也成功的获得了超过100多万的 工时的这么一个人次的 灵活就业的岗位创造出来 2022年徐涛入选福布斯和胡润百富的 中国30岁以下青年创业榜的榜单 也是榜单上唯一入选的台湾青年 我相信更多台湾青年人 可以和我一样来到大陆追梦 圆梦跟竹梦 当天的峰会 来自两岸的青年代表300余人出席 也有不少首次登陆的首来族台湾青年 第一次来北京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大 历史文化也是很受向往的这样子 想要多了解 然后多来 之后还想再来 前两天就是去外面 前门大街啊 往普京逛了逛 然后就觉得 街上的风景 我都觉得很漂亮 然后特别喜欢这 在台湾的时候 就是对大陆的人民 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 可能讲话比较 纳深一点 然后可能我们会觉得 感觉比较凶 但是实际结束之后 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很热情 就蛮喜欢的 在台湾工作 我看到了未来五到十年的天花板 我不甘心 2016年 李伟国怀揣着不甘 和对未来的期许 登陆北京 随后加入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平台 华灿工厂 为初来乍到的台湾青年创客 提供帮助 目前已累积在北京 成都 珠海三座城市 孵化超过千家企业 其中注册台资企业近百家 希望让更多的台湾青年 特别是 没有来过大陆的台湾青年 就所谓的首来族 可以来这边实际看一看 来看到大陆这边发展机遇 这边有14亿 龐大的这个人口市场 然后可以怎么样来这边 共同的去求发展 然后我也希望 这些所谓的首来族 或是来这边参会的台湾青年 再回到台湾之后 可以把更多的发展机遇 可以带回台湾 在李伟国和徐涛看来 拓展眼界 尝试更多可能性 对于年轻人来说 非常重要 而两岸融合发展 对于台湾青年来说 就是最好的机遇 这个格局跟视野 还有天花板那个空间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所以我希望 为什么说更多台湾青年 这也许不是你最终的选择 但你必须得来了解来看看 毕竟世界虽然很大 大家都想去看看 但你自己的家 你得先熟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